大家好,我是顾女琼博士 潘石屹1963年出生在甘肃天水 我的家乡天水是苹果之乡 苹果是父老乡亲们的主要收入来 1980年在北京和海南开始房地产开发 自此开始发迹 潘石屹可谓是地产界的鼻祖 也是因为地产 潘石屹有了足够的钱 可以让他的子女移民美国 并且给哈佛一路捐献了几千万美元 现在20年,到今年20年 张鑫曾说 华尔街是他人生中最丑陋的地方 那里所有的价值观念都是颠倒的 对人态度恶劣,贤贫爱富,不择手段 他找不到事业的成就感 开始想着回国 潘石屹的出现 似乎恰好点燃了他的理想主义情怀 是在北京认识的北京情怀 然后你就决定离开华尔街 对 我认识他的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不就结婚了 很快就结婚了 就在地产市上依然蒸蒸日上的时候 2014年潘石屹开始抛售 自己手上的优质地产项目 直到2021年 潘石屹把手上最好的标志性建筑 SOHO卖给了黑石集团 可以算是全身而退 2019年 这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英语也一直磕磕巴巴的男人 对,我就觉得 先从我自身来说 我觉得我还是个生意人 我想的话 就是小的时候生产队里面种了瓜 派小伙子去 就是说20岁30岁小伙子去 死活卖不出去 然后就把我打发 居然说也就十一二岁 一车瓜就都卖光了 你为什么能卖出去呢 我就觉得跟人家说点好话 是吧 先把好的让人家随便挑 反正就是嘴甜 就天生的就能给卖出去 做生意的话 就是要嘴甜就可以卖出去 我呢一般呢 尽管是无名的小草 可是一般呢 就是能够让人家觉得 喜欢这个户物 或喜欢这个人 能够卖出去 这个生意我觉得就是 如果是没有张心啊 我要做个小生意 还是可以的 就在中国 中小生意的 小生意吧 那是呱吉的 突然宣布要做程序员 并且在全网有接近 两千万粉丝的情况下 每天都在网上讨论 怎么学习Python这门程序 还在参加Python的青少年比赛 我作为一名 有15年工作经验的程序员 对此非常吃惊 难道潘士忆先生觉得 自己发量还是太多吗 很多人说 这是潘士忆缺乏 对未来的安全感 尤其是经常抛头露面的企业家 他们只是不知道 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 我觉得其实潘士忆 可能就是想做程序员 因为只有做了程序员 才知道什么叫 可以控制的输入和输出 因为毕竟只有年轻人 才会期盼变化莫测的未来